你仔细看它的标,它的logo 两个M1个6 这是2021年的Maison Margiel 曾经的Maison Margiel 就是在新的设计师上任之后 品牌的名字被缩写了 所以6代表着Maison Margiel的年轻运动休闲女装线 就是这个线 你仔细看它有一些被解构的服装 就是用一部分然后重新把它打破 再重新组织 从这个款式的风格几乎完全看不出Gagliano原来的一些影子 它真的就Magiel化了感觉 白色是这个品牌一直以来的一个传统的保留色 这个衣服它是连结在一起的和这个展开的这个布景式的皮肩 这也是它品牌原来的一个设计手法 Magiel的这个牌子它之所以会用白色作为它的一个品牌的颜色 是因为白的颜色上面可以留下字迹痕迹刮痕 这些都是时间的一个痕迹 可以说是一个时间的记录 你看看那个鞋 分开脚趾的那个鞋是它非常经典的一款 那所有的店铺里面的员工还有包括它工作室的人员 就是都是统一着装这种像实验室的这种白大褂 但其实很多人都误会了 这个白大褂的来源其实是模特在试衣之前穿的白袍子 我以为是疫情的那个医生的那个衣服 没有他们一直就是这样的 很多人都以为就是是实验室的那种白大褂其实并不是 你看刚才呈现在服装上的波点大大小小的 有的是印在面料上面 有的是通过光影打在这个面料上 这个其实也是它一个一贯米的概念 就是面料当中它会留下光影 或者是一种临时的再创造的状态 也是一个新的创造 一个白色的衣服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灯光下 它会变换很多的这种视觉的效果 你看它那个背景 所有的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看上去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全部做成白色 最早以前这个品牌 就是那个时候经济比较拮据 所以他们要布置它的整个店铺的时候 就收集来了所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家具 然后把它们全部齐成白色 看上去感觉也是非常统一的 那个时候是80年代 一 二 三 三 一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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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像那个后面胶布的 胶带的那种 那种元素 也曾经用在它的服装上面 就是它非常喜欢那种未完结的 那种效果 那种工序 你看这个logo的这个标 就是Liu就是他这个女装 年轻女装品牌线 它有一个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是一个没有logo的一个品牌 就是没有吊牌的 没有内容的 因为这个设计师最早以前 他是有着非常强烈的反品牌意识 就是他认为 上面你的吊牌上面 打了每一个品牌的话 这个感觉就是非常的不好 他希望所有的客户 拿到这个衣服的时候 拆掉品牌 这个衣服不是归属于设计师 而是归属于这个穿着者本身的